坐上那冬车去去台湾 就在那2035年 去看看那金河阿里山 还有那神奇的日月潭 去看看那温国风不晚 还有那娇艳亮灰弹 DJR7 坐上那冬车去去台湾 就在那2035年 去看看那金河阿里山 还有那神奇的日月潭 去看看那温国风不晚 还有那娇艳亮灰弹 DJR7 坐上那冬车去去台湾 就在那2035年 去看看那金河阿里山 还有那神奇的日月潭 长城金刚炮即将亮相广州车展 前脸采用了爆破发射式中网 这是官方原话 我总觉得长城想转行军火制造商 不过这个中网搭配粗壮的镀刻饰条还挺好看 车身侧面拥有极速动能腰线和灵力的特征线 平衡线应该就是这个了 轮毂是非对称时 抛起来应该有一些观赏感 官方并不来这款车叫做工具车 而是时尚商用车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要比工具车贵那么一丢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